說說什麼 他無法回答他們 難道要說是美國歧視華裔嗎 再來看到的就是 稱中美合作不復以往 美駐中的大使說 都是因為中國的領導人變了 這個是美國駐中國的大使 叫做伯恩斯 他說美中合作難以恢復 主要原因是中國領導人的態度變了 反觀美國的一中政策 在1972年以來都沒有變過 有人說美國的行為 讓中國改變態度 但事實正好相反 但是大家想問 到底是誰發動貿易戰 那晶片難道是 美國不是美國先出手了嗎 所以大家留下了一堆問號 話過來請教一下亮哥 亮哥你怎麼看 這個拜登怎麼突然轉身 還轉了那麼久 現場非常尷尬 可能有我們看不見的力量 西方神秘力量 常常這樣 後來馬克宏去跟退休的將領 去握手 結果集合拜登就趕快拉著拜登離開現場 太尷尬了 我就不知道他會做什麼事 你看他轉的時候旁邊都沒有轉 他說你看我我看你的 就和大家一起轉 是啊這個 因為在法國拉 阿馬克宏反應也蠻快的 對拉 他只是避免他尷尬 是是是 事實上 美國因為今天在選舉 所以我記得布林肯去中國之後 美國之音寫了一篇文章 他說中美關係只會持續的穩定惡化 穩定惡化 對 他這個概念蠻有意思的 叫穩定惡化 就持續惡化下去 就是說只會更壞拉 不會好 那我們只是希望這個壞不要失控 是 就這意思嘛 所以你現在看到 有一些莫名其妙的事發生 坦白講我都不會意外拉 比如說某人在 進機場的時候被留置十幾個小時 誰叫你要去美國做生意 你今年你去美國做生意 你就要預計這種風險 像我跟大陸網友他們在問我說 要不要去美國留學啊 我說你如果是理工的你就想不要去啊 喔 學理工的不要去 我就會這樣回答 因為我覺得充滿風險 是 那如果是 他問我說 那我如果要留在美國就業好不好 那我就說 你如果是理工的 那你就有可能會出事啊 你就去看千人計畫回去多少人嘛 嗯 因為美國現在就是自己 我覺得是因為他們有一個穩定的力量在做決策啊 是 所以國會的力量也進來了 民粹的力量也進來了 那七八糟的力量 都在參一咖做決策啊 然後拜登 因為跟川普差距很小 所以他有時候就要遷就這種力量 所以他就常常會出現一些 莫名其妙的政策啦 對 比如說林德時代這個 那個只是美國議員的一個說法 對 他股票就要跌5.66 他還不是政策欸 那為什麼會這麼敏感啊 嗯 因為很可能會成真啊 喔 你如果是在一個正常的美國的 三權分立的運作的體制 如果拜登政府是穩定的 對 他不會因為一個議員講就跌啦 不會啦 可是現在大家就覺得什麼都有可能啊 氣氛緊張啊 這個就是 這個不叫氣氛緊張啊 氣氛一直都很緊張啊 是美國失去了一個穩定決策的力量 是 所以什麼事情都有可能成真 是因為這樣 所以我覺得 我說這個就是 你也不知道怎麼辦啊 坦白講 你說在這種情況之下 歐洲是不是都跟著美國 也不是 他們也是賊得很啊 比如說我隨便講 比如說法國 法國因為他自己也有汽車工業 對 雖然很弱啦 那因為德國人家就跑去跟中國合資了嘛 對 那薛亞利 他就請林德時代來投資了嘛 那法國就是兩個都沒有 那法國呢 就對 中國車主要在法國賣 我就不給你消費者補貼 他已經實施了喔 是 那中國大陸也鼻子摸了就算了 他也不想跟法國鬧僵 因為現在中法關係還不錯 可是這個案子要提到歐盟就卡住了 因為德國反對啊 對 那 那歐洲人就做了一個 令你聽起來都快要笑出來的決議啊 他就說 不然那個 因為那個蕭茲他最近他們也要選舉了 那蕭茲 那個裡面綠黨跟自由黨都是非常反中的嘛 是 他們就做一個決議說 我們還有對中國大陸增加關稅 那個電動車啊 那2026年開始 2026你就下台了 2026 所以我是說啊 你一定要看細節啦 不然你就會被他們嘴巴上所講的一些事情所誤導 比如說新聞標題一出來一定是 德國決定 這個對中國進口的電動車增加稅收 那中國揚言報復這樣 就不忍了 新聞就這樣 那結果你去看細節 2026 2026你今年選完搞不好已經掛了 所以我的意思就是說 這個就是沒有辦法 那真正的原因我覺得還是因為美國 因為美國缺乏一個 穩定的決策力量 在做這方面的政策 變動太大了 它變動太大了 而且外力介入的空間也變大了 一年現在奇蹟獲救 他毫髮無傷的來報他的父親 那這個四人獲救人制當中 就包含了這個 終以混血的女大生諾亞 那納坦雅胡也曾經請習近平來幫忙營救他 那現在諾亞獲得救贖之後 他說謝謝大家 我現在最大的幸運是見到 愛慕生命垂危的華裔母親 那現在這個救出來之後呢 納坦雅胡也打電話給他說 事實證明我們一分鐘都沒有放棄你 請為我擁抱你們的母親 哇這句話出來之後大家說 你是不是為了要減緩國際壓力 順勢來賣中國的人情 而現在哈馬斯他也發布訊息 他說以色列為了救四個人制而屠殺210人 而這210人裡面包含什麼 包含人質跟平民 哈馬斯就說以色列透過可怕屠殺的方式來救人質 因為他們屠殺了210人 而且在行動當中還殺了其他人質 這個是戰爭爆發以來最血腥的襲擊 現在變得各說各話的情況 那拜登現在是不是挺到滿頭包了 因為現在數千人是到了白宮抗議 拜登來容忍以色列軍隊 甚至還放出所謂的煙霧彈 大家透過畫面就可以看到 在白宮前面居然煙霧繞繞 上很多名的示威者也包圍白宮 一再對拜登容忍以色列來表達憤怒 那白宮還為此怎麼樣 爭設為然 甚至警方對於釋放煙霧彈來驅散 人群 所以看得出來情勢好像也是蠻緊張的 也是蠻混亂的 那現在呢 喬治克隆寧也打電話到白宮發飆了 到底怎麼回事 喬治克隆寧他的太太 艾瑪是人權律師 是協助ICC發納坦雅胡逮捕令的議員 那眾議員通過了制裁ICC法案之後 可能會免贏到制裁 傳出喬治克隆寧相當不滿 就致電到白宮狂罵說 你們不像話 喬治克隆寧是民主黨長期的支持者 6月15號 曾經替拜登主持好萊塢的募款活動 現在可能會受到影響了 而現在也不只美國像發生這樣的情形 國際上也紛紛把矛頭指向以色列 哥倫比亞將停工煤炭給以色列 估計以色列的煤電或是從20%降到3%左右 中南美國家哥倫比亞強力要求以色列停火 甚至不惜斷交 他的總統裴卓就說 5天內會暫停出口煤炭給以色列 直到種族滅絕的行為停止 那業界就評估了 會讓以國的煤電減少17%左右 再來看到以色列的軍隊被聯合國列為 全球侵犯兒童的罪犯罪名單 這個是聯合國的秘書長古特雷斯 他年度報告將以色列國防軍列入尺路名單 全球侵犯兒童犯罪名單 名單內有20個衝突地區 以色列是唯一的民主國家 那被列入名單不會帶來後果 但可能會產生政治和外交上的影響 也使得以色列會受到國際孤立 再來看到現在伊朗也風聲鶴唳了 因為美國可能會擴大所謂的核武庫 面對俄羅斯跟中國的威脅 現在美國也要擴大他的核武庫 美國白宮是怎麼說呢 美國可能將不得不擴大戰略核武部署 加強對中對二的威懾 那同時也不惜一些代價 阻止伊朗發展核彈 來對應伊朗核野心並不容易 那現在伊朗其實也蠻緊張的 甚至他天空上突然飛出 好像是個幽浮的感覺 讓民眾非常的震驚 大家透過畫面也可以看到 這個感覺上好像是Key上去的畫面 但是對當地人來說好像會一陣緊張 這個畫面不斷在伊朗上的遊船 好像是一個盤旋中的幽浮突然飛過去 很多民眾在德黑蘭的民眾拍到 這個城市上面出現的幽浮 引發了大家的樂意 但有網友說這個東西畫面好像真的太假了 一定是電腦動畫 甚至有人說是不是無人羈群在做訓練 而且看過了很多次反應有點兩極 好 我們先請教亮哥 亮哥你怎麼看現在 這個以色列營救人質這個畫面 以及現在包括了哈馬斯的一些態度 他說你們是屠殺210人才救出4個人質 我覺得這個行動的軍事目標真的是莫名其妙 因為美國主導的第一階段談判 現在正在尋求共識 那其中的條件就是要求哈馬斯要釋放大部分的人質 所以你為什麼要打 如果你打的目的 是要救人質 那根本就跟美國在談判的內容不相符 那美國也是作秀大王 救出來之後要來搶功 刷損在桿 你到底是主張什麼 他說我沒有提供情報給你們救人 那你那談判要談什麼 談判不是要暫停打擊嗎 我覺得這根本就是 我認為以色列根本不是要救人質 是剛好那個地方有人質 所以他不是講到了 有些人質也被打死 他事實上就是在打哈馬斯 那人質只是有4個人活下來了 真相應該是這樣 其他可能更多的黑幕 他是在打哈馬斯 所以才會死那麼多人 他拿那個混血兒來做文章 就是幸好這個人沒死 他可以拿出來 因為他有知名度 所以我坦白講這個行動 就是以色列說謊 就他說他已經沒有在做軍事行動 他現在都在做掃蕩 抓個別的哈馬斯 那這個顯然就是一個攻擊行動 是 我不相信以色列會為了救人質 去殺那麼多人 一定是打哈馬斯 然後連帶死亡那麼多人 那 也包括人質也被打死 幸好有4個沒死 然後就立刻轉變主題說 我們救出4個人 改變說法 我覺得真相應該是這樣 而且我講白了 這4個人質被救出來之後 就發現身體狀況也還好 不是被關了一年嗎 對 好像也沒什麼大礙 所以網路上立刻就有人秀出 被以色列軍隊關押 三個月的巴勒斯坦的士兵 瘦弱成什麼樣子 所以請問 對待人質啊 是以色列不人道 還是哈馬斯不人道 這個在國際媒體的一個 人家就把照片來對比 有圖有真相 這4個人看起來好像也還好 只是他們運氣好沒有被打到 我覺得這個可能會比較接近真相 因為確實哈馬斯會躲在醫院 學校還有清真寺裡面 以色列向來都是這樣打的 所以為什麼會死那麼多人 就是這個原因 所以我是覺得 這也表示美國在執行 這個以哈談判並沒有很用力 不然怎麼會允許這種事情發生 你想一想你這種事情發生 哈馬斯還要談嗎 不可能的嘛 那哈馬斯可能就會把人子藏得更深 你以後要救就更困難了 所以我是覺得 你從這個事情事實上你會看到的是 美國跟以色列是 都是講一些表面話啦 那真正還是在默許以色列繼續攻擊 這管太寬了 是要跟參謀總長搶飯吃嗎 踢正部其實有助於訓練官兵 熟悉軍事的動作 揚成軍技然後嚴肅 那這個顧立雄沒有說明原因就取消 那難道是住在海邊嗎 管太寬了嗎 那還有這個綠營的議員幫忙反擊 就說古今中外 我們的兵書上面沒有在踢正部 其實照你們這個民進黨的講法 我們這個中華民國都還不到百年 還有七十幾年 什麼叫做古今中外 你們還去念大陸的兵書嗎 這自己不是很矛盾 他說好沒有任何一本兵書 在講踢正部領導心法 不知道有什麼臉 然後有什麼腦袋 來吹噓自己的軍事專業 跟這個領導統譽 那你先解釋一下 你是看了什麼兵書 孫子兵法嗎 再來我們看一下 這個解放軍艦目前的一些動作 東部戰區 他們講說這個果斷出手 殲16首次掛空彈道飛彈 那因為這個美日的雙航母抵達了東海 這相關的軍演 所以他們就掛了這個空射彈道的導彈 然後升空有所應對 那另外這個美軍的勇敢之盾軍演登場 日本的自衛隊首次獲邀參加 那美日韓他們現在這個海巡 在京都外海進行首次的聯合訓練 日本海上保安廳更是計劃說要打造 3萬噸的大型巡邏船 來確保釣魚台等離島安全 日本的媒體他們說 現在日本可是要大幅度提高裝備 防衛裝備還有研發的預算 這個大幅度來增加 那2023到2027年度的防衛力整體計劃 大概是3.5萬億日元 合約224億美元 也就是台幣6720億元 來列為研發預算 超過上期計劃的4倍之多 所以呢這個預算會被重點 這個投向 反擊能力還有導彈防禦這些領域當中 那還有 關島呢其實它距離中國大陸大概3000公里 但是東風26的飛彈啊 這個是在它的這個射程範圍之內 如果東風26飛彈加裝戰術核武的彈頭的話 恐怕會對於關島的美軍基地造成重大的威脅 那所以美國呢看到了這樣子的一個狀況 他們計劃從10月開始 每年要在關島來進行 大概兩次左右的飛彈飛行測試 以及追蹤演習 大概為期10年要來做一些相關的應對 那另外 南海的爭議 其實中飛他們現在南海的摩擦 結果美國智庫講說 哎還不止如此哦 越南在南海還加強了書菌跟填土的作業 從去年底開始 創造出大概是280公頃的新陸地哦 幾乎跟2023的前11個月 還有2022全年的總和一樣加起來那麼多哦 那這會變成一個地緣政治的新影爆點嗎 因為這畢竟是一個這個全球現在目前比較具爭議的水稻之一哦 那每年有超過這個價值三兆元的貿易是會通過這樣的一個海域哦 所以包含了像是中國大陸啊 汶萊 還有馬來西亞 菲律賓 台灣 越南 現在都對於南沙群島的部分提出了一些主權的要求 所以現在各國擔心說 哎恐怕這個區域哦 因為大家都有一個訴求嘛 所以可能會變成一個新的地緣政治的引爆點 那根據大陸的外交部副部長他提到了 他說其實南海這邊哦 大家就是本來也還好 最大的威脅就是美國 在這邊嘛 以美國為首的域外勢力從地緣政治的目的出發 堅決反對將這個地區的國家當成霸權工具跟地緣戰略棋子哦 南海最大的安全挑戰其實就是美國 美國就是這邊的最大威脅嘛 而軍事部署在這個地區其實 呃就是美國想要造成的這樣的一個軍備競賽的漩渦 是不是美國軍工複合體就可以因此發財了呢 那我們來問一下亮哥 亮哥怎麼看 這個 這個 其實顧力雄好像要去黃埔 那個建校百周年啊 那個會有最後一次的閱兵啊 這個凱盜閱兵 凱盜閱兵這個是 我好像都是退休軍人弄的嘛 他是在抗議這個事啦 嗯 這個 這提政部到底對訓練區的有沒有用啊 這個還是讓我們賴教授來說啦 因為軍事專家啊 我是提過的啦 因為我那時候在成功領就踢 我們最後結訓的時候要踢正部 嗯 所以我是踢過的啊 而且 刺槍術 我們也是練過的 嗯 呃 這個跟格鬥術之間的取捨啊 我當然那個很多國家就是改成格鬥術啊 可是據我了解 我們現在一般的軍人是沒有學格鬥術 呃 因為你總有一些近距離的搏殺 需要練一些武功吧 呃 那以前就是把刺槍術視為必要的 這個 一個方法嘛 呃 現在可能更多國家是用格鬥術啊 可是我們台灣並不普及啦 因為我以前在 提委會的時候 我有認識一些格鬥術的教練 那就這個要推廣 上包括館長也推過啊 嗯 館長也想要去軍中去交 交一些東西啦 反正這個 我覺得只要有助於這個近距離的搏殺 有有助的方法都好啦 我我個人是沒有什麼意見啊 不過主要是因為 孤立雄宣佈這個的時候 兩岸的氛圍並不好 那我們就看到金門對這個無人機不是 中立科技集團 又來這邊鬧你嘛 嗯 那我的感覺 顧立雄應該停止休假來處理這個事比較對吧 嗯 之類的啦 所以我是覺得 他這些動作給我感覺是在討好軍事官 軍事官兵啦 就是他剛上來央國防部長嘛 那就跟那個軍人說啊以後不用練刺槍啦 不用踢政部啦 那以後可以這個放假回營的時候不用報備啦 還說要加菜 還有出國自由行啦 對還有加菜沒有錯 就是這個都是很典型的 就是我們在講討好你的對象的一些動作啦 你知道啊 我不知道他是不是因為看到自願意的不踴躍啊 他覺得原因出在這裡啦 我看可能不是吧 我們自願意不踴躍 我覺得主要還是因為待遇不好吧 嗯 所以我覺得他應該要去爭取的是待遇啦 這個加菜這個沒什麼用啦 我認為啦 我認為啦 那至於南海啊 你說這個越南很認真填了280公頃啊 那這個怎麼沒有變成美國爭議的焦點啊 美國不是反對南海填海照路嗎 那是不是因為中國大陸實在是填太多了 所以成為既定事實啊 所以現在越南開始跟進啊 美國就算了 他這個不是會造成一種結果嗎 就是反正我只要撐得住啊 那反正成為既定事實啊 那最後就會被承認啊 不就是這個味道嗎 所以你從這個角度看啊 那台灣也要注意啦 因為中國大陸現在 種種的動作都是要造成既定事實啊 就是國際法律上的 東郭未來可能會 這個藍船登檢 那就是用國內法來解釋啊 那如果周邊國家抗議的力道不夠 那就會成為例行的合法的事項 就會變成這樣啊 事實上越南這個填海啊 這個也是被誇大了 因為據我了解光是美濟礁 它的總的面積就有46平方公里 46平方公里就相當於4600公頃 你看這個才多少 280公頃 所以坦白講還早了 你如果就跟中國大陸填島的能量來比較 還是差很多 而且中國大陸布的局不是一個點 你說我填海在路只是一個點 比如說一個島的突破那沒什麼用啊 中國大陸可怕的是要連成線 那甚至要構成一個面 那才是可怕的啊 就是說比如說 那現在西沙到永暑 然後如果往西南方向 連到那個柬埔寨的雲掌基地 它就會構成一個三角形 這個才是人家在憂慮的事啦 那如果未來黃岩島也填海照路 那從西沙到南沙再往東北角的黃岩島 那就會連成一個倒三角形 這個才是美國真正在怕的事啦 那這個就是 它如果連雲攘 那就是從南海的中段連到南段 那如果是連到黃岩島 變成一個倒三角 那就整個中段 它就構成一個面 那理論上將就變成一個實質的防空識別區 不管它有沒有宣布 實質上 這整個面它就有辦法對 對海空來進行監管 這個就是美國憂慮的事情 我覺得 可是這個美國看起來也擋不住 就是因為它目前在南海中段 填的這幾個島礁都很實在 很堅實的 永暑美濟等等 所以我覺得這個大概就是南海 我覺得我基本上認為勝負已定 因為這個中段的填海照路基本上已經完成了 過度的內捲應該要回歸理性 那為社會來做貢獻 這是根據陸媒的一個報導 他就最近在重慶的車展論壇上面 講到了這個汽車行業的內捲問題 但是王船福就回應他說 過剩才會競爭 才能夠產生繁榮 捲是一個競爭的常態 我們來聽聽看 其實捲它是一種競爭 是市場經濟的本質 市場經濟的核心是什麼 就是競爭 市場經濟就是一個過剩的經濟 只有過剩才競爭 競爭才能產生繁榮 那捲就是一種競爭 因此我相信 所有的企業家都要擁抱 參與這種捲 對 其實就是因為中國大陸 他們自己本身汽車品牌 非常的競爭 所以才會有這樣子 到世界各國這樣子 橫掃的這種很棒的產品 那所以我們看到 這樣的一個競爭 其實比亞迪講說 也不會因為這個一時的得失 來破壞規則 那這個李雲飛就提到了 企業競爭就像打牌要量力而為 不要因為得失賭氣 而破壞這個規則 那兩年之內 中國大陸的品牌 這個恐怕會佔 大陸整體的汽車市場的八成左右 因為中國大陸已經連續15年 成為全球最大的汽車市場 再加上現在這個 中國大陸的品牌佔油率 也是越來越高 品牌競爭非常的激烈 那提出來的產品更加的好 所以恐怕本身 這個光是大陸市場的話 就可以自己的品牌 拿下八成市佔 那另外呢 大陸的電動車消往全球 好像也引發了其他國家的這個擔憂 他們覺得說啊 競爭不過他呀 那現在消往了巴西市場 在里約熱內盧啊 像聖保羅啊這些地方 都出現了比亞迪跟長城哦 這些汽車的這種4S店啊 陸續的開張 光是巴西的一個最新統計數據 2023年全年 從中國大陸進口的這些車子數量 是增長了4.2萬輛 那根據巴西他們這邊的一個研究 他說中國大陸的新能源車 在全球的銷售當中保持領先哦 不光是製造而已哦 因為美國一直說產量過剩嘛 他說還有中國設計 也是他們喜歡的一個原因哦 因為他們覺得很好用 而且又很便利 並不是說哎 光是製造 然後這個出資爛造 並不是 而是他有他的品牌力在這邊 那再來我們看一下 跟十多年前相比哦 他們說觀察到 中國的品牌汽車現在更加先進 更具市場的競爭力 那連這個金融時報 也有報導相關的內容 他說現在歐氣哦 好像在加速跟大陸的脫鉤 那根據他們這邊布魯塞爾當局哦 就是現在不斷在加強 中國大陸的產品的審查 歐洲買家希望能夠降低 對於這個大陸的產品的依賴 但有辦法嗎 那的確啦 現在中國大陸 他們自己本身 還有一些補貼的相關的計畫 所以他們的電動車 在這樣的一個市場之下 當然 這越來越有競爭力 在全球都是如此哦 那2024年大陸已經成為 全球最大的汽車市場 那整體的銷量也超過了任何一個國家哦 去年總共交付了950萬輛車 也加劇了這個大陸跟西方國家之間的關係緊張 因為就怕競爭不過嘛 那再來 現在中美的角力 新戰場變成了石墨 那石墨當然也是跟這個電動車相關哦 那根據這個分析師講說 美國在與這個中國大陸貿易對抗的時候 石墨已經變成了美國的弱點 所以美國政府被迫承認任何車輛都要符合這個IRA的這個減稅優惠 那電池製造商短期之內其實都還是需要依賴中國大陸的石墨 那他們鐵了心要趕快關閉這個漏洞哦 所以只給業者幾年時間 所以他們這些業者必須得要找到一個替代方案哦 就是如果不用中國大陸的石墨的話 自己要怎麼辦呢 得要重新打造這樣的供應鏈哦 但是恐怕也沒那麼簡單 那美國的現在議會有喊出來說 欸中國大陸的電池企業 啊這個我們應該要禁止他們 就是呃比方說像寧德時代啊比亞迪等6家路器哦 我們應該禁止向他們來購買鋰電池哦 所以要推動好像跟這個中國大陸的供應鏈鍛鍊 嗯但是有辦法嘛 這也是一個難處 因為像特斯拉也是很依賴這個寧德時代的電池哦 那寧德時代其實在中國大陸來說的話 是一個重點這個等於說補助的一個企業 所以他們其實他們製造出來的產品哦 在世界各國來說的話也是這個高CP值哦 那目前根據一個統計說 去年5000多家的企業受到中國大陸的一些政府補貼 那首先就是這一個排在巨頭的這個電池龍頭 寧德時代是57億人民幣位居這個補貼之冠哦 所以嗯那難怪嘛就是重點栽培的一個這樣的一個電池產業 寧德時代也是其實現在目前中國大陸在全世界讓大家看到這個品牌力的一個象徵啊 那我們先來問一下亮哥亮哥怎麼看呢 寧德時代是因為有一個市政府去投資啊 那就看你怎麼定義補貼啊 他可能可以得到比較低利率的融資啊 然後政府倉股嘛 那美國美國因為沒有這種事嘛 那美國就把它視為政府補貼嘛 那事實上美國自己也通過一些法律啊 也在補貼啊 也在補貼啊 包括半導體啊 包括電動車啊等等嘛 所以我是覺得 真正還是你有沒有競爭力的問題啦 比如說你美國的車賣得出去嗎 比如說為什麼特斯拉在中國市場就是賣最便宜的啊 我事實上在大白話我也講過嘛 特斯拉為了中國市場他現在在做Model 2 那Model 2據我了解啦 他定價可能會低到18.5萬人民幣 你去想想這是什麼價格 我跟你講特斯拉3在中國大陸的定價大概是24萬多人民幣 那他就他他就發現他很難競爭啊 所以他才決定做Model 2 18萬多人民幣 那你如果用到台灣不到80萬啊 那你如果出口到台灣 台灣要加進口關稅再加上貨物稅 加57% 那加57%之後 大概也是120-130左右啦 所以我的意思是這個就是實際的狀況 那美國絕對沒有做 絕對不是說沒有做實際的 探勘跟查核啦 不然不會針對那麼多具體的項目來做 要求加稅嘛幹嘛的啊 他們就把比亞爾迪的海鷗拆開來看 海鷗就是最便宜的嘛 那海鷗在中國大陸可能只賣8萬多啊 非常非常便宜的車啊 那結果美國人把它拆開來看 他說在美國製造至少是三倍的價格 那他說該有的功能通通都有 那他們也不能說那是爛車啊 基本上是在美國一定賣得動的 那美國也不知道怎麼辦啊 就是他就是這麼便宜啊 這個事實上跟當年那個 韓國那個現代車啊 一大堆去賣美國 美國第一時間也說是韓國人來了 請瞎啊之類的啊 那那個時候韓國人那個被打到很下面啊 大概是美國最便宜的車 因為那時候我人在美國 結果人家韓國人就這樣慢慢慢慢做到今天 他做了那個Pick Up 就是皮卡車啊 現在在美國的市占率10% 人家也是這樣慢慢走過來了嘛 那美國你現在就是因為中國 你就特別不讓人家進來 事實上日本的Toyota 進去也衝擊到美國的汽車產業啊 那韓國剛進去的時候那個低價車也是橫掃美國啊 那美國現在就是不讓中國複製這條路嘛 那你不是有心病嗎 坦白講你如果 你就特別針對中國 那不顧市場競爭的邏輯嘛 所以不讓他走這條路嘛 所以我是認為這條路在歐洲 美國這樣搞歐洲人是不可能接受的啦 不再續簽這個合約哦 50年石油美元時代結束了嗎 因為買石油用什麼貨幣來交易 決定了世界以什麼貨幣為中心點來看齊嗎 那美元會這麼的強勢 當然跟買油有關係 如果石油確定不再以美元計價 會導致全球對於美元的需求立刻會下降 那這更可能會讓美國的通膨再上升 利率上升 國債市場疲弱 這都是一連串的連鎖效應 那這個本來要簽呢 為什麼一直偷偷偷偷到最後宣布不簽 那沙烏地阿拉伯不再續簽 會怎麼看動霸權的美元地位 利亞德目前說這個首都這裡的判斷 可能使用美元以外的貨幣 作為石油出口來訂毛 這個包括的可能性有人民幣哦 歐元哦 蘆布哦 日元哦 甚至考慮用比特幣數位貨幣 因為其實好幾個國家自己也發 像中國大陸也發中國的數位貨幣等等 這種數位貨幣也是可能的考慮的時候 這樣擺脫石油的美元體系 會讓包括了沙烏地阿拉伯這些中東國家 更有廣泛的地緣政治的調整的空間哦 例如像很多發展中國家 要減少對美元依賴的時候 避免被制裁啦 那可以加強跟其他經濟大國 像中國啦 俄羅斯啊 金磚國家 另外一個貨幣的合作系統的時候 這個經濟體可以產生的強勢的作為 哇 這影響本來是金磚國家自己說一說 當連沙烏地阿拉伯的石油 都不在意美元來交易的時候 這個影響就真的大條了 所以中東資本瞄準中國市場分析起來 就有另外一個更深入的不同角度了 根據陸媒的報導 過去一年多 中東的資本不斷在中國市場掃貨 資金一直進去 進入的中東資本呢 都是針對主權基金 展望後市 還有中東資本要加大對中國企業投資 還只是開始而已嗎 那因為被說外資逃走啊 是歐美的外資 一直在中美對抗底下 一直離開中國大陸 那麼中東這些資本進去補得了 補得了多少 或者是影響本質的中國的新能源車啦 自動駕駛這一類的企業 同時也可以帶動自己中東的成長有多少 觀光光 我們來看一下 這個包括賴清德總統一直說 哎呀希望兩岸觀光能夠恢復啊等等 但問題是 中國大陸觀光客去哪裡了 歐洲國家就說啊 觀光客中國大陸沒有回來啊 根據香港南華早報的報導 疫情之後 中國大批的遊客出去了哪裡 湧向了阿聯酋 沙烏地阿拉伯 埃及 摩洛哥等等這些國家 中東還有北非 數據顯示哦 今年前三個月到中東旅行的預定量 已經增長了三位數 六月份 甚至阿聯酋旅遊機構透露啊 一共接待了去年一百二十萬名中國遊客光阿聯酋而已 那麼遊客人數預計今年還會再大幅成長 所以分析師跟業內人士都預測啊 未來這種中國跟中東的合作 把歐美的遊客全部吸引到中東去之後 將會有很多直上的量上的變化 包括國泰航空也要開辦香港跟利亞的直航的航班 十月開始 更多的一帶一路的共建國家的聯盟啊 文化交流觀光交流 起航的儀式會在6月6號香港舉行 所以呢 連續遭到美國跟歐洲制裁在關稅上電動車的中國大陸 他們怎麼做 現在轉口轉向開發中國家 華爾街日報報道是說 失去西方市場之後 那中國的出口機器還能繼續運轉嗎 這個報道內容告訴大家 歐盟啊對電動車科語的新一輪關稅啊 還有重塑秩序的概念啊 現在往開發中國家去補 包括這些中東國家會影響的是 有辦法運轉嗎 我看起來是沒有太大的問題的 那麼當歐洲祭出對於中國電動車的大幅關稅的 所謂要制裁之後 其實是自己國內的汽車業的相關類股 全部重點啊 重扁重點 因為怕如果中國大陸反制也往汽車這個方向走 就影響非常的大 但想不到中國先做的是什麼 乳製品豬肉 先反補貼調查 那這也是出口的大宗 當然也有針對性 針對歐洲哪些國家 接下來是不是汽車也要傳產 油電車也要加以 所謂的反制 這點不知道 但其實這些企業都已經割了蛋 至於G7 像這樣子的聯盟的畫面看起來西裝鼻挺 我看到他們的會場也是非常的美輪美奂 在豪華的度假村 可是呢 被說除了義大利總理以外 其他六名領袖都是薄腳鴨 最後晚餐 什麼意思 比方說這麼一個人 民調低迷的杜魯道公開表示 每天都在考慮辭去他瘋狂的工作 如果不辭 說不定也是民意上民調要低 會影響他自己政黨的地位嗎 蕭茲在德國 社會民主黨 歐洲議會選舉 遭遇重大挫敗 位子可能不薄 更不用講岸田文雄 到美國去回來以後 其實降到了支持度以來最新的低點 馬克宏更厲害了 蘇納克也是啊 馬克宏直接解散國會啊 提前大選做最後的苦戰 能不能留住不知道 所以標題變成G7變成梅洛尼根 六隻薄腳鴨 蠻尷尬的啦 所以當11月大選的拜登 現在也面對了很多的挑戰 很多的民調都在各州落後的情況之下 兒子Hunter啊 還因為非法持槍持毒這個被定罪 跟川普的首場辯論 兩個禮拜 想下個禮拜之後 他就要跟川普辯論了 他今天只有講說 我不會幫我的兒子特色 他如果特色還得了 但問題是接下來的辯論 選舉結果其實大家覺得 還很難說 沒有人有把握的時候 明年G7跟梅洛尼拍照的 會不會通通都換人 一群弱勢領袖怎麼領導西方 這是很多的外媒分析的角度 讓大家質疑 偏偏又要抗中 在俄乌戰爭中 中國大陸的全球性競爭 這些挑戰對於美國來講 已經不是單一的課題 已經是在各個領域 都出現了大的麻煩 亮哥怎麼看沙烏地阿拉伯 這個決定 沙烏地阿拉伯跟美國 這個石油美元合約 是有歷史背景的 就是美國是 中東石油的最大買家 然後沙特也需要 美國的安全擔保 所以就做了一個大交易 目前美國已經不是買家 甚至是競爭者 他最大買家變成中國 買了26% 然後安全擔保 他跟伊朗的矛盾正在化解 所以安全擔保 坦白說 美國有時候還會忌憚以色列 所以有一些戰略性武器 都不賣給他 是用東風導彈 就是中國賣給沙烏地阿拉伯 所以不管是石油的貿易 還有安全擔保 沙烏地阿拉伯都不需要美國 另外因為今年 我們知道沙烏地阿拉伯 剛參加了金磚國 那今天的主題 就是非美元支付 所以我覺得他也要表達一下立場 所以 這個也是增加他未來地面政治的鋪排 還有增加他各種貨幣資產的多元化 因為他現在太集中投資美元資產 所以對他來講風險太高 而且美國動不動就會用SWIFT來制裁別人 那中東土豪也會怕 因為沙烏地阿拉伯也不是民主國家 所以我覺得有種種考慮 那這個事情如果開始成真 我認為中國一定是第一個 就是跟沙烏地阿拉伯這個交易 他就會開始想說 可能部分用人民幣來支付 因為他這個量非常的大 26% 而且他這個會有連動性 他會連動很多OPEC的國家 也開始用同樣的做法 因為他旁邊就幾個小弟都他的好朋友 阿聯酋 卡達 那還有其他的跟美國也沒那麼好的 比如說 那個伊朗啊 或者是 我們說那個伊拉克啊 委內瑞拉 立刻跟進 所以這個對美元作為國際的貿易貨幣的占比 一定會有很大的衝擊 今天就討論過 泰國已經同意 這個鐵路可以直接從老臥 直接腿路七月中試行之後 馬上的可以打通整個陸路運輸 一直到海上 而越南也同意要用中國軌距 這件事情也一樣 對於中國軌距的制度建立之後 二十小時之內 兩條關鍵鐵路也被說一同時傳來捷報了 這個泛亞鐵路的建設呢 讓中泰中越鐵路都成為國際標準的話 那整個從中國大陸一直延伸到越南啊 泰國啊 這些的路線 陸路交通全部打通命脈之後 當然世界地圖就會重新不一樣的改寫 王毅會晤的印尼統籌部長也說 雙邊關係發展有重要的機遇 同樣也是針對三大鐵路 包括了萬隆城市列車 機場列車 新國都城市列車 用基建在打入這些國家的新領域 美國能夠插手嗎 根據外媒的分析跟看法 日經新聞報導的 東協這些國家 今年Q1對於美國出口額超越了中國 那看起來對美國會比較好 好事嗎 但東協國家的依賴會在哪裡呢 創下6G以來的首限 但是對於東協的貿易活動 全球供應鏈轉移發生的重大變化 紐約時報的看法 當然會站在美國這一邊啊 因為美國做了一些改變 成為低調的超級強國 但他還是超級強國嘛 最近快要被打成問號了 這個分析裡 他不用再高高在上指點盟友 還是他沒有辦法再高高在上 那所以印太未來考驗美國 從烏克蘭啊加薩啊G7啊 地緣政治的變化多端 連連時報都不得不承認說 美國對其他國家 不再是自信的安全保障者 不是說我很厲害 就信任我把這種美國隊長的超級強權 而是現在必須低調 甚至必須找出其他的可能的方式 你看面對這些基建的破口 怎麼因應呢 包括過半的東協民眾 第一次在一個調查 調查來自於新加坡的智庫研究 認為東協人民如果必須要選邊站 你選中國大陸還是選美國 50%受訪者選中國 49%傾向美國 雖然很近 但這是所有2020年調查以來 第一次中國超越了美國 這都跟一帶一路 這些國家受益有關係 而大陸把美國逼到牆角了嗎 大家各種的看法認為 例如中國同意延長350億貨幣的 互換協議的時候 阿根廷鬆了一口氣 這克服了外部支付的危機 兩國經濟可以維繫 跟紐西蘭總理的會談 李強宣布把紐西蘭納入單方面 綿綿千國 這個都對於美國在這裡的這種 副警長等等的這種角色 都產生一些微妙的變化 這種擴大貿易規模 被認為李強七年之後 重返大洋洲去訪問 也是他們想要在這個地區提升地位的重要手段 安全擔憂貿易希望 才是兩國議程中相互討論的重點 美國還能夠插手嗎 從美元討論到現在全球南方基建的各種 往東協去延伸 亮哥怎麼看呢 這個東南亞出口到美國超過中國 主要就是因為有安外包嘛 那有一些項目這個 由於貿易戰的關係嘛 所以中國大陸有一些外商就轉到越南啊 泰國啦 馬來西亞都有啊 所以這個叫做美國影響力的擴大嗎 搞不好裡面有很多都是大陸企業 也對哦 所以我就不知道 紐約時報到底在分析什麼啊 紐約時報這個話啊 可能是講給拜登聽的啦 讓他不要失去志氣啦 事實上 拜登推的印太經濟框架 跟東南亞國家的部分 雙邊協商沒有任何一個國家完成的 反而是台灣沒有參加印太經濟框架 那還跟美國談了兩輪 對不對 那請問他在幹嘛 美國在幹嘛 所以那這不要講基建啦 我覺得中國大陸他之所以發展基建 那當然就是想到整個中國跟東南亞的貿易額 實際上他的總貿易額已經超過一兆美元了 是遙遙領先第二名的啦 那這個態勢 美國跟東南亞的總貿易額事實上 大概只有中國跟東南亞的三分之一啦 那沒有錯啦 出口是東南亞到美國增加 可是美國到東南亞並沒有 就 數額很少嘛 當然服務業有啦 服務業並沒有記錄 那如果就貨貌來講 其實中國出口到東南亞 跟東南亞出口到中國是差不多的 所以你就看出他的互補性 那如果再加上這個范牙鐵路的完成啦 那這裡面一定會增加很多旅遊業啊 服務業啊的進一步發展 事實上我認為啦 我認為東南亞尤其是中南半島 一定我覺得很快就會變成中國經濟的腹地啦 結果他就直接外延出去了 那現在只是差在越南 越南 因為范牙鐵路 越南那一段 一直卡在 這個 越南政府啊 那還有 坦白說啦 他跟中國跟日本的 商討的過程都不是很順利 那甚至日本 一再拖延時間嘛 還說可能要搞到2040年這樣 所以越南這一段不太順利 可是從老沃到曼谷這一段很順利啊 那曼谷接下來會不會在 因為馬來西亞吉隆坡跟新加坡接通 那就整個貫穿中段 真的 那緬甸那一段 因為緬甸現在也不太穩定 所以中段我覺得會先完成 那這個就會連動到 很多的新的行業 跟中國做進一步整合 經濟命脈 對 可是美國並沒有這樣的東西 來整合東南亞的經濟啊 比如說 他半導體要去投資越南 那總金額 他聲稱要50億美元啊 那請問現在有多少到位 而且越南要做 半導體恐怕還是以封測為主啊 還是蠻低端的啦 所以 我覺得這個跟美國的產業結構有關啊 因為東南亞國家所需要的 很多的工業啦 或者基建啦 那剛好都不是美國在場了 所以當然美國能夠插手嗎 所以中國輸出 就是會比美國多嘛 就是這樣啦 就是那不是美國專長的事情 危機啦 他政治危機就在於說 這個現在目前極右派的聲勢勘長 那他就索性就解散國會要提前選舉 他讓全國 就法國全國的演說當中指出 由於呢 這個法國的極右派政黨獲取了將近40%的選票 他說在這樣的情況之下 我不能屈服哦 我不能表現得像是什麼都沒有發生過 我決定由你們來選擇 因此我今晚要解散國會 他還說親愛的同胞請相信你們 站在自己跟未來世代上 做出最佳抉擇的法國人民的立場之上 那根據分析指出 其實呢 這個提前舉行大選對於國家來說 是一個重大的意外 對於馬克宏來說 也是一個非常大的風險 因此很多的法國媒體有講說 你馬克宏在賭博嗎 這已經是這個法蘭西第五共和國 第六次解散國會 一百多年來這樣的事情 大概是發生過了八次 那根據憲法呢 只有在國家出現了危機 或陷入僵局的時候 才會來這個解散法國國會哦 那是不是代表說 馬克宏感覺現在這個政治局勢上面 他的這個位置不太穩哦 恐怕有下台危機嘛 所以才趕快有這樣的一個 政治豪賭的行為 那所以法國的解放報也評論 用頭版的標題講說 這是一個極端的豪賭哦 那的確他的對手馬林 就是我們之前有講到的 就是當時他跟馬克宏 這個算是他輸給了馬克宏哦 但是他們這一次 感覺上面獲取了40%主要的一個選票 他們說我們的極右翼已經做好了準備 準備掌權了 如果法國人信任我們 我們就準備好掌權哦 所以感覺上面 馬克宏現在不太穩啊 因此是不是轉向向拜登這邊來靠攏了呢 其實前一陣子哦 法國跟德國 好像感覺上面是向中國不斷的示好嘛 想要這樣對中國 現在感覺上面自己輸了這樣的選舉 國會選舉哦 那是不是馬上就要有轉向的一個意思出現呢 這個拜登去到了法國 那他們這個有隆重的國事訪問這樣的歡迎儀式 還在法國這個巴黎凱玄門來舉行軍禮儀式 國宴款待 那包含了很多的好萊塢明星啊 還有商界大佬啊都有參與 那雙方呢進行了雙邊會台也發表聯合聲明 就是提到了 那就差不多那些話嘛 就印太自由航行啊 公平貿易啊 感覺上面都是衝著中國大陸而來哦 那馬克宏也提到了說 哎中國產能過剩這件事情 那就呼籲呢法美我們要協調行動 哎突然又好像靠向了美國這邊哦 他們說對於大陸創造出來 產能過剩的這個潛在不公平行為 表達了一些相關的憂慮 那美國的經濟學家就吐槽啊 就說其實一直在講中國產能過剩 美國才是最大的問題點 美國怎麼不為自己的產能不足而感到羞恥呢 因為你一直在講大陸產能過剩 根本是誇大其詞哦 在氣候變遷前 世界需要調動一切產能 來促進 這碳排放轉向可替代能源 所以根本不存在所謂的產能過剩哦 反倒是你美國是產能不足吧 你自己做不到 然後說別人產能過剩 他這個大概的意思就是說 美國應該先檢討自己 那再來看一下這個川敗對決 也更加的白熱化哦 呃在白熱外頭有3萬多人示威 3.6萬人哦 示威還有超過10名的官員 不滿這個拜登一直在挺以色列哦 所以很多人是穿著紅色的衣服 在白宮外頭還拉著這個巨色 巨型的紅色扁額 然後來呃寫著一些這個口號哦 高呼從華盛頓到巴勒斯坦 我們就是紅線這樣子的口號來表達 不同鮮明的對比嘛 因為過去川普是拒絕就是說這個 這個第一次世界大戰的這個公墓 去去那一邊紀念哦 他就說啊拒絕紀念傻瓜跟失敗者 那五年之後呢拜登是特別跟吉爾哦 一起去到了這個美國的這樣子 就法國有一處這個公墓 那他們也去到那邊來進行的這個質疑哦 那所以感覺上面這個拜登是刻意要區隔 這個川普嗎 那我們看一下最新的一個民調 現在目前兩個人拜登是獲得49%的支持 川普是50% 所以兩個人的差距非常的接近 那首先我們來問一下亮哥 亮哥怎麼看馬克宏 馬克宏我覺得他提前解散國會是早死啦 馬克宏所屬政黨目前民調只有14% 然後那個Marie Le Bon 他本來是這個民族陣線 他現在擴大舉行 他把它弄成一個National rally 叫國民聯盟啊 民調將近30% 這個是法國的危機啊 就極右翼 現在衝到將近30% 那當然也會反映在歐洲議會的選舉啦 嗯 那我真的不知道這個跟蘇拉克一樣嘛 蘇拉克也不是提前改選嗎 嗯 那也是早死啦 那可是馬克宏畢竟是總統制啦 所以他 他就註定要左右共治了 就國會可能會產生一個更大的多數 是跟你不同黨 嗯 那他就要被迫 提你那個 國會多數黨 認可的總理嘛 哦 那他當然就會跛腳 哦 呃 這個整個歐洲目前的氛圍都是如此 就是 Maloni啊 意大利那個總理 也是極右翼的 那他的民調暴增啊 然後德國的替代選擇 替代選擇黨現在的民調 竟然比社會民主黨還高 嗯 社會民主黨的民調大概只有13啊 哦 那替代選擇將近18啊 嗯 哦 那基民黨大概更高啦 大概有30啊 所以說我跟你講 歐洲這幾個大國啊 包括法國啦 德國啦 意大利啦 很明顯都是極右翼在崛起的啊 那極右翼的共同主張 第一個就是反對移民嘛 嗯 所以 我真的不知道這個歐陸的2000萬的穆斯林怎麼辦 尤其是敘利亞的難民啊 那第二個就是烏克蘭的難民 所以我跟你講這個選完了之後 會發生什麼變化真的不知道 那第二個就是他們反歐盟 就他們覺得不要那些布魯塞爾的官僚啦 嗯 我們要以本國利益為主這樣 所以歐洲 馬克宏 不幸即將嚴重 歐洲即將消亡啊 就歐洲這個概念 就形同虛 虛幻 嗯 28個國家 有很多國家都是以自己國家利益為主啊 那第三個就是 反大國啊 那當然就是反美國啊 那也反中國 可是啊 因為歐洲本來就跟中國關係不太好 所以 反美啊 就會是一個比較明顯的表現 嗯 就是說 未來他會要求更獨立自主的決策啊 比如說俄羅斯的能源 他們就希望能夠自由購買 對 因為美國實在賣的太貴了 那所以整個局 坦白講這個 我認為是對美國比較不利啦 那不知道這個局也不知道如何處理啦 那目前的態勢就是這樣 那馬克宏為什麼要去炒產能過剩 因為這個就是極二義的主張啊 嗯 事實上他們已經取消了 對中國電動車的消費者補貼啊 他已經在做了 嗯 可是他的民調並沒有拉升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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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